黄柏林问,一辈子行善做好事,为何死后下地狱? 当时地贤老法师说,上海这位成姓的官患人家,他在上海死掉了,他有一个太太,另外有一个儿子,后来也死掉,跟一个媳妇。 因为这个成姓的太太,成姓夫人很想念他先生,刚好上海那个地方有一个法国人,这个法国人他会通鬼穴。 我们现在讲叫什么,台湾有一个名称叫什么,叫官落阴,官照的官,落是落下的落,阴就是阴间的阴。 其实我们学佛,我们不太喜欢讲这个东西,为什么?因为六道是真实存在的,但是因为怕众生执着这些东西,有挂碍,所以佛陀在的时候,他严禁弟子讲神通。 但是,你说神通存不存在,结果这个法国会鬼穴的这个人,成姓老太太就拜托他说,你既然通了,你去把我先生的魂照回来。 就跟他们谈好价钱,一次要一千块,那时候的钱。 成姓老太太因为想念丈夫心切,她就给一千块,一,两千块,无所谓。 那天晚上,这个法国人就到他家的客厅,摆一个祭坛,再把电灯关掉。 法国人就在里面捏绝念咒,大概一刻钟的功夫,电灯打开,但是没有见到鬼来。 洋人说,哼,这个人真难找,在阴间找了半天,也没找到,后来见到他在地狱,无论怎么叫他,就是叫不出来。 各位,为什么他叫不出来呢?因为业力不可思议。 地狱是怎么样? 地藏经里面讲说,地狱谁可以到,若非微神,要不然就是业力。 微神就是诸佛菩萨到地狱去教化众生。 若非微神,急需业力,要么就是业力,怎么可能让你一个法国通灵的,说给你叫出来,就叫出来。 如入无人之境,怎么可能呢? 很简单嘛,你打个比方,你说你现在关系很好,给你到监狱去走一回,到监狱去,人间的监狱就好了。 你不要说是民众了,就算你是法务部长,你是总统,你是部长,你到监狱去,你可以把一个犯人放出来吗? 很简单的比喻吗?不可能放出来,对不对? 所以我就引用地藏经里面的经文,经文上讲,当度无见地狱,千万一劫,求出无期。 地藏白眼,圣母,若有众生,做如是罪,当度无无见地狱,求赞挺苦一念不得,连要停止一念休息说不要受苦,都没有办法,何况要请她出来呢? 这不可能的事情。 接下来,经文又说了,光木女的母亲她后来因为死掉以后,光木女非常地思念。 光木女母亲死掉以后,她就投胎到他们家里当婢女之子,但是一出生就会讲话,所以叫做起手悲弃, 那要怎么样才可以有办法见到亲人,就是你要有超拔的功德,超见的功德。 你有超见的功德,就像梁武帝超见她的夫人一样,梁黄宝颤就把她的夫人从地狱超生到天界,所以只有福报,福利,功德力才有办法超拔,否则是不可能离开地狱的。 地狱最暴,歧视云河,当时光木女就问她的妈妈了,她说,地狱最暴,她的情况是怎么样,歧视云河。 婢子搭言,就是光木女的母亲就回答说,她说,最苦之事,不忍称说,百千岁中,足白难尽,那里面的苦,你要说百千年都说不完。 我们听起来都好像很简单,因为你读诵经文,打一个比方,你现在得癌症,你到医院去做化疗。 我们那个刘春金莲友,她就跟我讲,她说,黄警官,你不知道,她说,到医院去做化疗,吐都吐不完。 她说,最需要的是什么,就是拿卫生纸给她吐。 这就是不忍称说,百千岁中,足白难尽,苦不堪言。 程老太太她听到法国人这么一说,哦,她就火冒三丈了。 她说,你这个养鬼子玩意儿,真会骗人。 程老太太就恼羞成怒,因为什么? 听到她先生下地狱,她恼羞成怒。 我丈夫一辈子乐善好施,盖妙修桥,不升天就已经够冤枉了。 为什么反而下地狱呢? 这不是故意侮辱我们吗? 这个法国人被她叙了一顿以后,因为没有证据,她也拿不出证据出来,也没有办法辩驳,白受了一顿气。 然后那个法国人就说了,好了,好了,假如你不信的话,如果你另外有家人刚死不久,我可以给你们再来做个证明。 刚好程老太太有个儿子在昌寥,昌寥就是去嫖妓,比如像我们台北这宫昌寥。 在这个昌寥里面死掉没几天,有人就想起来程老太太的大儿子的媳妇。 她说,大少爷不是刚死了吗? 你现在叫他来照魂啊,可以急这个机会,叫少奶奶花几个钱把大少爷的魂照出来。 洋人就插嘴说了,如果你愿意的话,我减价一半,五百块就好了。 大少奶奶很年轻,少奶奶也很想念她丈夫,心想这也好吧,找来件一件也好,安慰自己的心。 就花了五六百块给她,然后把生辰八字跟死去的日子开好,给这个洋人重新再登坛做法。 这一次就不像上次一样,登坛不到一会儿功夫,鬼就来了。 各位如果想到这里,如果你们说,真的鬼会来吗? 我上次不是讲过吗? 我二舅妈,在我国中的时候,我二舅妈是原住民,她死去的时候是在晒稻谷,因为她中暑,所以裤子里面都有粪便跟尿。 所以,她死后一个礼拜,就真的附在我三舅妈的身上。 这个我是很反对什么附体,这些什么通灵这种说法,但是那确实是我小时候亲眼看到的。 这证明什么呢? 我们讲这些的目的就是强调一件事情,就是灵性不灭,我们这个灵性是不灭的。 死去的是那个四大五蕴的肉体,灵性是不灭的,这一点是我们所要说出来的一个目的。 所以,你要相信,既然灵性不灭,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灵性的自性光明。 你迷了以后,你的灵性就变成灵魂,我们佛法上讲教阿赖耶时,就八十五十一个心所。 所以,你清静的心叫做灵性,叫做佛性,叫做自性。 你迷惑颠倒的心,你有无名烦恼习气那个心,叫做凡夫,叫灵魂,差别在这个地方而已。 所以这个成老爷,他的成老夫人这个儿子,马上就出来了。 法国人就在桌子底下哭了一顿,他又说话了。 那个女的就问到了,她说,你是某某人吗? 她说,对,一点都没错。 她说,你现在在阴间过得怎么样呢? 因为我刚死不久,还在疏散鬼之列,未受拘禁,过几天恐怕一点明就要受拘禁了。 我在世的时候,整天花街柳巷,吃喝嫖赌,不做正经事,造下种种念,觉得很对不起你。 现在我走到这个地步了,也没有办法,除非你们能够做功德,念经超度我。 我柜子里面那件衣服里面有一张支票,你看她太太也不知道。 她说,你把那张支票拿出来,去银行把钱提出来,家里的事就请你多费心了,好好照顾小孩,帮我去做善事,超度我。 她太太到衣柜里面去找,真的找到支票。 这时候,旁边的人就把小孩抱过来给她。 她说,你是我父亲吗? 当然就哭了,哭了以后,乖孩子,你要好好听妈妈的话。 这个时候,这个鬼也哭了,家里的人也哭了,客厅就一片哭声。 后来,又想起来说,对啊,那老爷呢?那你爸爸呢?老爷到哪儿去了呢? 他的儿子就说了,听说他到地狱去了。 他说这话的时候,鬼的哭声更大声了。 成太太,旁边听了,也沉不住气,忽然间就也哭了,就插嘴说了。 他说,你父亲一辈子行善做好事,重修某佛寺,舍茶诗药,广作不诗,印诵经典。 他有什么孽孩下地狱呢?然后他一边说,一边急得不得了。 那鬼对成老太太说,听说我父亲以前在北京做官的时候,因为那时候很穷,刚好山西发生激紧,可能那个时候刚好是水灾或者旱灾。 那激紧,皇上就派他成老爷到山西去镇灾,总共朝廷给他多少钱呢?给他六十万两银子。 这六十万两银子他也敢污,这人命关天的钱,他也敢要。 结果他把这些钱完全中饱私囊,因此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。 当时朝廷派人去调查,他父亲又行了几万两银子贿赂这些官员。 他儿子就说了,因为这个事情掩饰过去,实在罪孽太大,所以到阴间,没有几天就转到地狱里去了。 然后成老夫人就说了,你父亲一辈子做的善事也不少, 就算是有罪的话,将功折罪也不至于下地狱啊。 他儿子就说了,他说,功固然有,但究竟抵不过他的罪这么重,害死几千几万人。 有功德,有善事,将来可以上天去享福,这又是另外一回事情,现在所欠的这些成千上万的命债,那得先偿还啊。 成老太太听了就更火了,既然做善事没有好处,那还行善干什么呢? 赶快派个人去到佛寺去,去把他拆了,把那些僧人赶跑了。 地狼讲到这里,就问五道尹说,这件事在上海闹了很久,差不多人人都知道。 你跟成某事至亲,究竟他在过去有没有这回事,五道尹就沉思了半天,这五庸就吞吞吐吐地说了,有点不好意思。 他说他当时在北京做官的时候很穷,这个事情也不能说一定,大半来说也许有,我不敢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